骁龙8 Gen1发布 首批手机公布 小米 红米 荣耀等在列 在金城的骁龙技术峰会上 高通正式推出新一代移动平台骁龙8 Gen1 高通表示这是迄今最强大的手机移动处理器 将在2021年底投入商用 那么哪些厂商会首批采用呢 根据高通官方介绍 包括考虑到雷金将出席此次峰会 立即很快将公布小米12相关信息 据悉 骁龙8 Gen1采用三星4nm工艺 CPU部分采用一个Cortex-X2超大核 频率三级赫兹 三个Cortex-A710大核 频率2.5级赫兹 四个Cortex-A510小核 频率1.8级赫兹 也就是全部基于ARMV9纯64位指令级 打造的八核GWELL CPU性能提升20% 能耗最高减少30% GPU尚未明确 暂明了JRENO NEXT之阵 性能提升30% 能耗减少25% 内存依然支持LDPP-R5-3200 4X16bit控制器 与此同时 Hexcom DSP ISP 基带等模块全变升级 其中ISP迭代到18bit 首次支持8KHD20频录制 集成莱卡利径 集成X65 5G基带 急速达到万兆 首次支持8KHD20频录制 首次支持AndroidWD SouthisN全特性等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关注